我抓住 圣上下令 彻查了贵妃摔倒 险些滑胎之事 念在姚夕是尚书之女 是以未处其罪 只受贬出宫 凡是跟姜二姑娘 你过不去的 一个个都被赶出宫去 先是尤月 如今又是姚夕 看来姜二姑娘 真是福生元后之人 怪不得都说 薛大姑娘命好 每次暗中行事 总有旁人背锅 恭喜你啊 又藏过了一次 纵你知道是我 那又如何 你有证据吗 你们 你们快把东西放下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好歹也是 堂堂一品大员之女 岂容你们如此放肆 姚姑娘 宫里的规矩 一针一线皆要抄紧 若有人贪慕 带了皇家的用物出去 奴婢可担待不起 圣上只是让姚姑娘出宫 并未下旨降罪 敢明儿我叫问问公主殿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们走 假行行 现在你高兴了吧 我就这样被赶出宫 再也没有办法投你抢张车了 我以为你经历此时能有所长进 如此的荒唐话还是少说为妙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等燕家判了刑燕灵掉了脑袋 我看你还怎么 你与其操心我 倒不如想想 你为何会沦落至此 一切有因才有果 这次的事也一样 大家都去折花 为何偏偏你凑在秦贵妃身边 你屡教不改心生执念 却没有那个城府 去看清背后之事 只知盲目宣泄怨恨 我劝你 还是先看清楚 自己的仇人到底是谁